Hello,大家好,我是Rebecca,欢迎来到Zona Soushi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因为缺少出身证明 而导致调整身份被拒 我们帮客人提交R290B申请重新审理 成功方案获得绿卡的案例 我会在视频里分三个部分讲述 一是告诉大家的案件内容 二是讲述R290B表格 和哪些法令会在这一类案件中 起到决定性的帮助作用 三是我们的做法 以及我们如何帮助客人在短短的30天内 准备出有力的说明信以及证据材料 这位88岁的老奶奶在美国申请绿卡时被拒绝 因为她没有出身证明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只要拿到出身证明重新提交申请不就好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她永远也无法拿到出身证明 老奶奶的家人帮她在旧金山提交了申请 当收到这封剧信的时候 当然家人们非常的焦急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他们看到剧信上写可以提交R290B表格来重开案件 他们不确定是不是值得尝试 也不清楚该怎么做 那他们找到了我们的安排咨询 讨论了接下来的步骤 和所有的案件一样 我们从咨询开始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故事 当我们得知她无法获得出身证明的原因 是她出身于1930年代的中国上海 而且不是在医院里出生 她出生不久以后正值二战时期战争混乱 她搬到了香港 获得了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她的出身地中国上海 而且也很长久的失去了与那边家人的联系 正因为这些原因 她无法获得出身证明 我们也完全理解移民局当初拒绝申请的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她回复移民局的补件回复时 只是简单的说明了 他们获得出身证明的困难 但是没有详细描述他们做出了哪些的努力 也没有说明他们为什么拿不到这样的证件 那移民局也不能因为某些人无法获得特定文件 就批准所有这样的案件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 我们来关注R290的表格 以及有哪些法令可以在这类案件中起到 帮助作用 我们先看R290表格 先来到移民局官网 官网页面上你们可以点开这样的表格 但是一定要注意 表格要使用你们当下最新的表格 表格的版本会一直发生更新 所以基本上每次你都来网站上查取最新的表格 是最安全的做法 好 我们看到R290表格其实很简单 页数也不多 只有5页 第一页都是填些自己的基本信息 比较关键的就是你选择第二页中的部分 那这就有关于一个很多人都要问的问题 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提交R290B 那申请者可以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提交R290B 一是如果你认为移民局的决定有误的话 你要求申请复义 那你就选择这个Motion to reconsiderRB选项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有新的证据新 new facts 新的事实要提交 希望重新打开按键 进行审核的话 你要选择的是R2A Motion to reopen 第三种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你申请上诉AO 那本视频主要给大家讲解的就是Motion to reopen 那其他部分我们也会在其他的视频给大家一一讲解 那Motion to reopen它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是 你必须要提交新的关键证据 那什么是新的证据呢 就是指你在之前485申请期间你都没有提交过 那它RV期间你回应RV你也没有提交过 有些人可能收到noid回应noid期间 你也没有提交过的 你都没有提交过的才叫做新的证据 那我再简单的讲一下Motion to reconsider 那Motion to reconsider是基于说你认为 移民官的它的决定是错误的 无论是说基于是对于事实的误解 或者是对于法律错误的运用 它有任何的错误的情况下 你提出Motion to reconsider 告诉它它哪里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什么 那本次的这个案件呢 我们不能提交Motion to reconsider 因为移民官决定它其实是正确的 我们只能提交Motion to reopen 申请重新审理 我们补充上更多新的材料 新的证据和一整套 非常详细的解释 来解释说为什么 请求你重新审理这样的案件 那表格的其他几页呢 也填起来非常的容易 它都是一些基本信息 把基本信息填对填正确 注意好你要有签名 这样的事情 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有哪些法令 可以帮助到这样的案件 好 那我们先来看到 CFR Title 8 103.2条法律 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对于这样的案件 那这段法令的主要内容 是关于申请者 在提交申请时 如何证明他们符合所要求的条件 特别是当某些所必要的文件 不存在 或者你无法获得的时候 如何通过次要证据和宣示书 来进行弥补 那我们首先看 关于次要证据的规定 他这里提到 如果某些必须的文件 比如说出生证明 结婚证明不存在 或者无法获得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提交次要证据 来证明相关的事实 次要证据 它这里举例有 学校记录和教堂记录 那如果次要证据也不存在 或者无法获得的情况下 那申请者就要提供 两份级以上的宣示书 由执行的第三方撰写 证明有关的事情以及情况 下面一个部分的重点是讲 如何证明记录不存在 如果某些记录不存在 你一是要提供 政府机关的原始书面 声明说这样的记录 为何不存在 或者有没有类似的记录 可以提供 如果根据美国国务院的 外事手册的说明 通常来说 这一类文件 它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你也不需要 政府的处具声明 如果说你没有能够 获得必要的文件 或者说政府的声明的话 你必须要提交证据 来证明你曾经多次 尝试获取这些文件 那我总结给大家一下 如果说大家看到 这文件的时候 你要抓取到 几个关键的信息 第一个就是 次要证据 你有没有学校记录 你有没有教堂记录 那次要证据 第二下面一个就是 你要有足够多的宣誓书 这些宣誓书里 要体现到足够多的内容 把你们之前做的一些努力 比如说去找谁是谁 要一些文件 试图联系亲人这些东西 都要写进这些宣誓书里面 那第三个点就是 你最好能够去获取到 政府的出具的声明 那有些情况下 这政府的声明是不需要的 那第四个点就是说 你要证明你多次尝试 多次努力尝试获取这样的文件 其实很多人在 现实中很多人情况是 他们并没有办法获得书面文件的 很大的原因是 他们直到现在这个点才知道说 我需要 其实我需要保存好书面证明 书面声明来证明这个东西不存在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以前做的时候 他们只是线下的沟通 或者说面对面的 而没有说要求他们出具一个声明 那直到现在这个点代要已经是没有办法获得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移民局的操作手册 也有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 这中间也有讲到 primary和secondary evidence的东西 你看到它这里面明确的写说 你不能够简简单单的 只是提出说 你的主要证据它不存在 你不仅要说明它不存在 你还要证明它不存在 并且你还需要提交至上两份宣誓书来证明这样的事情 证据类别我们讲好 我们要看关于出生证明的相关规定 我们来看移民局手册的 关于调整身份的文件要求 它里面对于birth certificate 它的要求是 官员应该去查看国务院的互惠表 来决定说某个特定的国家 他们是否有出生证明 以及是否有可以接受的辅助证据 好 那我们就点开国务院互惠表 来看一下中国的互惠表 我们就以我们这个案件为例 以中国为出生地来给大家看见这样的表格 这样的表格呢 它在这个地方会告诉你 它其实会告诉你说 你怎么样才可以去获得出生证明 去哪里办 大概要花多少钱 你要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个文件 来达到你获得出生证明的标准 并且它这里会讲到说 有没有可以代替的文件 而且有没有例外的情况 意味着如果说你准备不出来 一到三四五六这样的六个材料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出生证明 这就是我们非常有力的一步来证明说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提供 birth certificate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你要获得出生证明 你必须要提供的是 ID卡和户口簿 还记得我之前和大家说的吗 老奶奶出生于1930年代 在这样的年代下 这两个文件 他们都其实还没有提供出生证明 没有颁布和推行 因此老奶奶比较没有 ID卡 也没有户口簿 所以它办起来是非常具有困难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 我们是怎么样做这样的案件 怎么样成功的 在没有办法提交出生证明的情况下 依然成功获得了批准呢 那首先我们会请越多越好的人 帮你数据宣誓书 这个宣誓书呢 它可以来自于你的子女 你的女儿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孙女们都可以帮助你去出去宣誓书 来讲述他们关于这件事情 他们所知道的部分 比如说老奶奶 老奶年纪很大了 往往去领馆交涉的时候 都是他儿子或者女儿陪伴他一起去的 还有联系内地的亲人数 也是他们儿子女儿就帮忙做的 所以这些很多事情呢 你们都可以在宣誓书中体现 说你们当时是怎么样去和领事馆的人口都交涉 而获得了怎么样的答复 还有就是你们怎么样子短信沟通 邮件沟通 电话沟通 而联系国内的亲人 但是都为国 没有办法成功获得出身证明 接下来呢 我们往往为了帮助移民官更好的了解 申请者的情况 我们会准备一份家庭关系表 这份表格呢 可以很清楚的展示 谁是公民 谁是绿卡持有者 申请者在哪个地方 他们其他的人与申请者都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现在都在哪里 其实从这张表里 你可以体现出的内容是非常的多的 可以体现出他与美国 申请者与美国的关联非常的大 你可以体现出他所有的亲人都已经在美国了 你不能让他一个人的在离开美国 独自生活在没有亲人的海外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历史背景调查 详细了解1930年代出生的时候 到现在发生的历史故事 以及这一些事件如何影响了老奶奶的生活 做一个清楚的时间线 上面就是老奶奶的生活轨迹 什么时候出生 母亲什么时候离开 她什么时候搬去了香港 而下面就是同样的 同时期中 世界发生什么事 她出生的上海 发生了怎么样的历史事件 而之后又发生了哪样的战争 这样的话呢 可以更好的帮助移民观了解说 确实她出生的时间 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动荡 影响了当时当地的户籍管理制度 好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做的 关于时间线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也做得非常的清晰 我们往往会中间放上时间线 左边呢是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历史故事 右边呢就是申请者 他个人的历史故事 那中间时间线的时间点 主要是由着申请者 他个人的重大时间点来决定的 哪些是重大时间点呢 比如说出生 比如说父母离世 比如说他什么时候离开了 离开了他出生的地 离到了别的地方 而至此之后 什么时候第一次获得了 与内陆的亲人的联系 或者什么时候第一次回去 同时我们也会在解释信中 也有很多的学术期刊 新闻报道来侧面证明 这样的历史事件 确实在这个时间段 这样的地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同时我们还会收集和准备 家庭成员的照片 展示他们和老奶奶 在美国团聚的场景 这样就能很好的证明 老奶奶与她的美国家庭 构建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同时你再告诉移民官 老奶奶的身体状况有多不好 一定需要有人去照顾 而这样的拒绝对于整个家庭 对于老奶奶来说 都是具有毁灭心理影响 最后整个案件 经过详细的准备和解释 我们提交了20到30份文件 详细讲述了整个故事 几个月后 移民官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 并且批准了老奶奶的绿卡申请 全家人都非常的兴奋 我们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移民官也并不是完全 像流水线一样的处理案件 我们也希望鼓励大家不要灰心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 可以如果认真的准备好所有的材料 详细的解释无法获得的原因 并且提交说你如何多次的证明 那移民官也是会理解 并且有可能批准案件的 希望这个成功案例的分享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更新 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更新的内容 可以来到我们公司的官网网站 点击右上角安排预约 进行咨询了解 谢谢大家 拜拜